师父 我这些天都闻不到这肥料的味道了 我们现在都是有味道的人了 啥味道 我咋没闻出来呢 我师父针上的 是学问的味道 是本师的味道 是师父的味道 我也闻不到你身上的臭味 我只能闻到 徒弟的味道 好学肯干的味道 强强的 这叫如入鲍鱼之寺 久而不闻其臭 我知道这啥意思 就是 进诸者 赤 进墨者黑 对不对 没想到我们德宝现在是文化人了 我也没想到 你说你一个大教授 一个大专家 比我们农民还能吃苦 还有你的助手 黄大哥 许同志 我听黄大哥说 许同志他家是开工厂的 还有钱的 人家郑景是个大小姐呢 没想到也这么能吃苦 喂 对 跟你说 小颜跟小黄是一对呀 他们在我的眼前爱装 有什么逃得过我这双眼睛啊 你看出来了吗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 uel得 大伯 你有没有对象 没有 看你这个表情就不是没有 这叫欲盖迷障 知道吗 跟你们干吗 说一说啊 师父 你不要 得寸进尺 林教授 你在这儿呢 今天 吃饭 吃了吗 吃了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现在其他几个村 也有很多村民要申请重工 这是名单 看 西高村的 黄元村的 玉泉村的 广义村的 现在这么多人 你们的人手是不是真的不够了 是啊 那怎么办 我有个提议 我们专家组啊 要加一个人 把得保 师父 我哪是啥专家 我专头子家还差不多 他行吗 你不要小看德宝 他年纪轻 脑子灵 身体素质又好 要干体力活的时候有体力 要轻拿轻放的时候又轻又快 天生是个重工的好手 德宝 你是我的亲权弟子 一定要有信心 明天就到戈村去 叫农户们重工去 独当一命 好 恭敬不如从命 我看来 我看来 喂 你 我看来 你